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1984年12月 在徐州市东郊狮子山下 一支施工队伍意外地挖出了许多泥人 收到消息的徐州博物馆工作人员 马上赶往现场查看 他们推测这很可能是一处兵马俑遗址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抢救性发掘后 五座泳坑以及四千多件陶泳的出现 震惊了所有考古队员 有的陶泳身背剑服 有的陶泳头戴窥帽 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士兵泳 代表着威严的军阵队伍 根据陶泳的这些特征 考古队员推测这是一处西汉兵马俑遗址 这是我国考古工作者 在发现咸阳西汉兵马俑 和临同秦始皇兵马俑后 第三次发现规模庞大的兵马俑遗址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秦汉时期 兵马俑是帝王死后的陪葬军阵 考古队员据此推测 狮子山兵马俑的主人 很可能也是一位身份显赫的帝王 这位帝王应当出自徐州 楚汉相争时 刘邦封大将韩信为楚王 镇守在徐州一带 公元前二零一年 刘邦称帝后的第二年 刘邦封其一亩帝刘骄为楚王 定督徐州 此后以徐州为都城的楚国 成为汉朝重要的分国之一 共承袭了十二代楚王 考古队员推测 这些兵马俑的主人 很可能就是汉朝的十二代楚王之一 如果推测属实 那么他是哪一位楚王 又埋葬在哪里呢 于是一场寻找狮子山 楚王墓葬的工作就此展开 为了寻找墓葬 考古队员在狮子山周围 勘探了几年时间 但都没有找到相关线索 直到一九九一年 这种状况出现了转机 一座墓葬终于在考古队员的眼前 露出冰山一角 这一年七月 考古队员在狮子山的土层中 发现了一处带有人工凿痕的石壁 他们推测 这种石壁应该是人工修建的墓葬墙壁 两条墓壁是对称的 东侧的墓壁扩大范围以后 往北去了没多远 这个墓壁就转弯了 转弯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大坑 这种坑和我们汉代的这种 就是成为一个假字形的一个大墓坑 这样的兵马俑馆的同志们 规模较大 这类墓葬 墓室为长方形或方形 从墓室的一端伸出一条墓道 俯瞰呈现出假字形 假字形墓因此得名 为了确认墓葬的大致形制和规模 1991年11月 考古队员在石壁处进行试掘 它整个在山体上算是一个数学大墓 前面的墓道有三米六 后面是一个长大概有十八米六 宽有十三米的一个数学大坑 考古队员推测 这很可能是一座数学假字形大墓 他们还在土层中 发掘出了西汉前期流通的 鱼甲半两铜钱 以及一枚楚司马印 这说明他们正在发掘的墓葬 和西汉时期的楚国有关 不仅如此 考古队员还在同一区域发掘出 蚕玉皇 玉壁等玉器 他们推测 地底下的这座墓葬 很可能就是楚王墓葬 然而随着出土文物越来越多 考古队员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 因为他们发现 这些器物基本出土于同一个椭圆形区域内 这片区域里的土质也与周边土质不同 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果 这里很可能是一处道洞 秦汉时实行厚葬 贵族墓葬因此成为盗墓贼极为关注的目标 汉墓更是实事九空 在考古队员寻找狮子山兵马俑主人墓葬期间 有多座大型汉墓相继出土 但这些墓葬基本上都被盗墓贼光顾过 1994年12月1日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 联合组成狮子山楚亡灵考古队 开始对狮子山上的这座墓葬进行正式发掘 发掘工作从考古队员视觉的大坑开始 后来他们才知道 这个大坑其实是墓葬的天井 在这个过程中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挖到这个天井的下方 也就是墓坑的数学墓坑的最下方 整个墓葬变了 整个墓葬变了 这和我们想象的 以前想象的这个数学 这个假的型的这种数学墓葬啊 不一样的 要跟它正常的数学墓葬啊 在这个墓坑里面啊 它是劝黄肠提臭或者是做墓果 这个墓葬里没有 是个空的 在它这个南北向的这个墓坑的正下方 又出现了一个小墓道 宽两米的小墓道 两米二 这个很怪 在这个小墓道中 考古队员发现了四块 用于防盗的墓门三十 每块长约两米 宽高均约一米 重达五六吨 然而 考古队员眼前的这四块三十 已经脱离原位 很明显是盗墓贼所为 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失落和紧张 难道墓葬 难道墓葬已经被盗墓贼洗劫一空了吗 更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 这些被拉出来的三十 竟然散落着众多的玉片 考古队员发现 这些玉片呈长方形 大小相当 而且四脚穿孔 有的玉片上还带有金丝 他们据此推测 这些玉片很可能是一件金铝玉衣的玉衣片 当考古队员清理完三十附近的填土 准备进入墓室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出现了 他们在身后的墓道两侧 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 我们发掘的时候 就是那个丝板叠压是非常完整的 这样我们心里非常喜悦 它这个有世间没有被盗得而始 这在考古史上 已经算是汉代的这种 许多的陵墓里面是没有建过的 那我们就很期待 这世间而始 能够出现了 能够埋葬一些不错的东西吧 原来盗墓贼只是进入了主墓室 并没有发现 位于墓室南部的这三间尔室 那么这些尔室里的情况 究竟如何呢 考古队员最先打开的 是位于西墓壁的北端 距离塞石最近的一间尔室 当考古队员将封门石清理出去后 惊喜出现了 考古队员清理墓室后发现 这间尔室中随葬的大多是沐浴用器 这是一件铜钢 也称铜键 口径约88.5厘米 在铜键里放置有一件罕见的铜扁壶 壶口呈铲型 两侧有对称环形耳 后腹上有一环形钮 发现完这个第一个尔室以后 我们就这样往前就发觉了这个 W1内部到西侧的南边的那间尔室 这个结构和北边的这个尔室差不多 打开这间尔室以后 是很震惊的 这间房间从功能上来看 埋葬的器物主要是兵器 出土了两百多箭套的 成捆的兵器 这些兵器制作非常精美 包括青铜剑 青铜锡 青铜匹 青铜割 并且大部分长柄兵器 手柄末端都有刘金同尊 除了这些兵器 考古队员还从中清理出了一件特别的金器 金带扣 它长约13.3厘米 宽约6厘米 是腰带的重要部件 这原本是两条重叠放置的金带扣腰带 当这间尔室清理完后 所有人又将目光投向了东边的尔室 当考古队员打开封门后 他们发现在墓室的北侧 有用石头搭建的灶台 旁边放置有铁斧和陶镇 旁边还有几个18公分高的小陶涌 就是相当于有男的有女的 大概有十多件 这个相当于就是在这个厨房搞杂役的这些 这个墓室的东北角还有一个 做了一个六十公分建方的一个方的一个水井 就是有井有灶 我们能够基本上能定性它是一间抛厨房 抛厨间 洗澡的浴室 放兵器的俯库 以及刨处间 这三间耳室已经为考古队员 描绘出了一个牧主人极为优渥的生活场景 当考古队员将这三间耳室清理完毕时 春节近在眼前 他们也暂停了发掘工作 1995年春节过后 我们重新回到了考古公地 就是石山这个公地 这个时候呢 已经外围已经基本上摸清情况了 现在就是为了最后的一个储王地宫了 回来以后呢 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盗墓人呢 拉出来的这个 堆到这个墓道里面的这个 四块大的筛石呢 先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考古队员据 据此联想到了清理兵马永坑时的异常情况 有些永坑底部只是略加修饰 显得并不规整 甚至连嵌在永坑底部的大块裸露岩石都没有清除 导致永坑分为东西两段 桃涌间距大小不等 发辫涌和发际涌相互掺杂 好像是很随意地扔进坑里之后 就开始掩埋 种种迹象表明 墓葬修建或者墓主人下葬时 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 才会导致种种怪异现象的出现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 墓主人又究竟是谁呢 眼前的主墓室成为考古队员解开谜题的关键 但墓葬被盗后 连接各墓室的涌到地面一片狼藉 这让清理工作变得十分困难 清理地工的工作 从东西两边的耳室逐步向后推进 最先清理的东二耳室中 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铜钱 他们推测 这应当是一间专门放着钱币的墓室 当考古队员继续向前清理东三耳室时 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这间耳室不仅没有安装墓门 而且与之前清理的墓室相比要小很多 好像是开凿到一半就停了下来 并且没有随葬任何器 为什么这间墓室会如此不同寻常呢 考古队员对此感到十分疑惑 一时也难以得到答案 此时整个墓葬的发掘工作 已经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 耳室已经清理完毕 只剩下涌到后方的前堂和后室 当考古队员清理到此处时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感到震惊 最主要的是到了后段的时候 这个涌到的后侧 就是快到了这个竹墓室的时候 基本上就变成了浴海 一片浴海 到后端的土层就比较薄了 浴的土比较薄了 去掉这场薄土以后 下面全是浴片 满满的浴片 一直到后 一直到了这个前堂里面 全是浴浴片 这些浴片与考古队员之前清理出的浴衣片不同 它们呈现出更明显的碧绿色 而且形状众多 包括三角形 菱形和长方形 考古队员留意到 浴片上没有穿孔 很显然 这些浴片并不是浴衣片 那么它们到底来自何处 有何作用呢 发掘现场变得疑云重重 当清理逐步深入时 令考古队员探围观止的浴器 再一次出现了 这是一件御礼兵器 御跃 御跃是军事指挥权的一种象征 也彰显着贵族阶层的身份地位 这是一件奎隆文御配 像这样的御配 共出土了五件 这件御配通高约17.3厘米 宽约10.5厘米 细身雕琢出凸起的骨纹 御龙呈S型 昂首挺胸 造型刚净有力 这些带有鲜明王权特征的玉器 再次说明这就是楚王墓葬 然而 当他们将前堂和后室都清理完毕后 楚王印章依然没有出现 考古队员发现 墓葬后室被倒扰严重 仅有一些石边庆 琴瑟等乐器构建的遗存 并没有楚王的尸骸 然而墓葬前堂的情况 与此大不相同 前堂以永道为界 由东西两个墓室构成 那些散落的玉器 大多来自西墓室 但在前堂的东墓室中 考古队员意外地发现了一件寿面 玉枕手 以及头盖骨 骨骨等人骨尸骸 考古队员据此推测 前堂东边墓室应当为安葬楚王的官室 那些尸骸应当属于楚王 可是 为什么人们会一反常态地 将楚王安葬在前堂 而不是后室呢 所有人都没想到 当墓葬发掘结束时 他们不仅没有得到最初期待的答案 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疑云之中 1995年3月 考古队员完成了对狮子山汉墓的发掘工作 田野考古也宣告结束 狮子山楚王墓发掘完成后 一座以楚王墓葬为主体的 楚王陵遗址成列馆 建成开放 这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一处 汉墓遗址展馆 人们也得以一览 狮子山楚王陵墓的真容 当初考古队员在清理前堂时 他们在此清理出了大量的碧玉片 后来当考古队员研究这些碧玉片时 他们终于明白了这些玉片的作用 后来我们才发现 整个玉片是楚王的一个玉冠 它不能用块整玉来做了 它就是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的玉片 把它贴在这个关体的上面 就是做成了一个玉冠 这是经复原后的香玉器官 关体外表镶嵌有玉壁等玉配式 关内壁则贴有各种形状的壁玉片 它是目前国内所建的汉代玉器之中 体量最大 用料最多的一套玉器 不仅如此 当初那些散落在木门三十处的穿孔玉片 也被复原为一件金缕玉衣 这件玉衣紧紧包裹住楚王尸骸 其玉片总数多达四千二百四十八片 所有玉衣片均为上等的新疆和田白玉 玉制温润经营 对这座楚王陵墓的参观者来说 他们不会想到 这座豪华墓葬其实存在着惊人的缺陷 这是只有考古队员才知道的秘密 在徐州地区发现的楚王墓中 其外墓道一般为修气平整的斜坡墓道 一直延伸到地宫之中 地宫中的各墓室也应当开凿的完整光滑 然而狮子山楚王墓与此大不相同 种种迹象都表明 在人们建造陵墓的过程中 一定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大事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事情 它是否和楚王有关呢 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或许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确认 这里埋葬的到底是哪一代楚王 由于考古队员没有找到墓主人的印章 于是他们希望从墓葬中出土的各种文物上 找到线索 其中的一类文物就是铜钱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战国时的各种钱币 被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替代 并一直延续到西汉早期 直到公元前118年 汉武帝铸造五珠钱 半两钱便不再流通 在这座楚王墓葬中 考古队员清理出17万余枚铜钱 他们发现 这些铜钱全部是半两钱 没有一枚五珠钱 考古队员据此对墓葬年代 有了大致的判断 那他没有发现五珠钱 这个我们能够切一个大的下限 他是在汉武帝的行五珠钱之前 那么就是说 他是公元前118年以前的一个墓葬 这就意味着 墓主人至少生活在公元前118年之前 据史料记载 生活在公元前118年之前的西汉楚王 共有五位 他们是第一代楚王 刘骄 第二代楚王 刘颖克 第三代楚王 刘武 第四代楚王 刘李 第五代楚王 刘道 那么 这位墓主人 到底会是其中的 哪一位呢 考古队员想起了另一类文物 印章 在这座墓葬之中 考古队员曾发掘出两百余枚印章 其中有一些印章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这类印章是楚王下属郡县官吏的印章 这些印章能够说明楚王在位时 楚国治下有哪些郡县 汉初的楚国是三个郡 彭城身为本郡 还有两个私郡 一个是东海郡 还有一个是雪郡 据史料记载 公元前154年 楚国疆域发生了变更 这一年 吴楚等七个诸侯国联合反叛汉景帝 仅仅三个月后 这场反叛就被汉景帝平息 除了楚国另立新王外 其余六国皆被废除 作为必不可少的惩罚 仅存的楚国被缩小疆域范围 东海郡和薛郡不再是楚国领地 考古队员知道 通过研究这些下属郡县的印章 他们就能知道 楚王下葬的时间 是在楚国疆域变化之前 还是变化之后 最终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枚印章 上面捐刻 文阳成印四个字 文阳即为问阳线 是西汉时薛骏的属线之一 这就意味着 当时楚国的疆域 还没有发生变化 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往前推 这个末章的年代下限 我们基本上卡到了 公元前汉景历三年 公元前154年 从公元前2001年 第一代楚王刘娇即位 到公元前154年 共有三代楚王 即刘娇 刘颖克和刘武 他们都被葬在了徐州 目前在徐州地区 考古队员也恰好发现了 属于这一时期的 三座楚王墓葬 即楚王山汉墓 北洞山汉墓 以及狮子山汉墓 那么埋葬在狮子山的楚王 到底是其中的哪一位呢 刘娇 刘邦分封的第一位 同姓楚王 即楚元王 在位二十年 水晶著曾对刘娇的墓葬 有所记载 霍水右东竟同孝山北 山音由楚元王中 上缘下方 垒石为之 高十余丈 广白许部 在今天的徐州市同山区 有一座山 名为楚王山 专家推测 楚王山即为史籍中记载的 同孝山 楚王山上的这座墓 即为第一代楚王 刘娇的墓葬 这就意味着 狮子山汉墓的墓主人 很可能就是第二代楚王 刘颖克或第三代楚王 刘悟 刘颖克是楚元王刘娇之子 于公元前178年继位 为了发扬基业 刘颖克聘请了天下堪称泰斗的名师 以及众多人节 让他们云集在楚国都城 也就是今天的徐州 但令人遗憾的是 公元前174年 刘颖克去世 仅仅在位四年 刘悟是刘颖克之子 他在继位的第21个年头 参加了七国之乱 最终也因兵败而自杀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 考古队员似乎找到了 确认墓主人身份的线索 也明白了部分墓室 开凿粗糙的原因 他们推测 或许是因为楚王刘悟突然去世 所以他的葬礼举行得十分匆忙 甚至连陵墓都未完全建成 他就被匆匆安葬了 我们整体的推断这个四山楚王陵 就是包括四山楚王墓 这个墓葬 兵马俑 他的这个下葬是非常仓促的 也就是说楚王的死亡是不正常的 这样呢我们就很自然地联系到了 这个参加七国之乱的 叛乱后自杀的这个楚王刘悟 但也有人称 很难想象 一个参与七国之乱 试图谋反 且兵败自杀的诸侯王 还能享受到金驴御医 等最高规格的王族葬制 狮子山上的汉墓里 下葬的到底是刘颖克还是刘悟 不论人们如何推演 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时 墓主人的身份依然无法判定 历史就这样毫不留情地 将揭开谜底的最后一扇门 紧紧关注 1996年 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 入选1995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狮子山楚王陵的发掘工作 也正式宣告结束 十几年来 楚王陵墓主人的身份 一直未能获得明确的解答 但狮子山及周围区域 各种从葬器物坑 陪葬坑 建筑遗迹的出现 在给考古队员提供新线索的同时 也为他们打开了更加开阔的视野 杭大军阵 红大亡灵 相遇器官 金缕玉衣 平静低缓的狮子山 为世人献上了一幅 两千多年前的瑰丽 而又神秘的画卷 通过考古队员几十年的艰苦付出 狮子山楚王陵的价值愈发彰显 这里究竟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楚王的身份是否会在将来水落石出 这些谜题带给考古队员无尽的期待 并带领他们投入到新的考古工作中 这座形如卧室 沉睡已久的山峰 也终有一天会彻底醒来